姚晨的段位有多高呢 他不光诬陷自己的前夫出轨 还踩着他上位 吹招 真绝量 当年姚晨和前夫 萧灵素 离婚仪式呢 是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观众都把锅推到了 灵萧素的身上 因为当时灵萧素出演的电视剧 《回家的诱惑》 很多观众觉得 灵萧素是渣男 其实并不是 灵萧素现实里是一个好男人 也不知道怎么会说 当灵萧素和姚晨离婚后 网上就传出 灵萧素出轨在先的消息 这件事是越闹越大 姚晨非但没有在网上出面解释 还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同情 靠这一波同情 姚晨获得了不少好的资源 前夫灵萧素就惨破了 他在网上受到了不少键盘侠的诋毁 甚至还被攻杀 在这段时间内 网上突然有一位博主 跳出来帮灵萧素说话 文中说道 其实是姚晨出轨在先 姚晨的团队为了维护形象 所以就先下手离墙 就这样 诬蔑自己的前夫灵萧素 当年刘烨在接受采访时 就曾说过 当年与姚晨在出演电视剧 爱出色时 姚晨就和曹玉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姚晨还没有离婚 成为因为这件事 姚晨私底下还和刘烨学了交 很多观众都认为 姚晨看中的是曹玉的人脉关系 通过丈夫曹玉的人脉 姚晨接下了不少的篇约 再看看前夫灵萧素 因为姚晨的影响 现在几乎没有再拍过 什么影视作品了 要说姚晨的段妹高 还得从她如何洗牌说起 当年姚晨面对恐怖袭击事件一事 姚晨说 卧植花绽放的土地 原真相早日到来 此话一说 就引来了一片麻生 在这段时间内 姚晨的不少粉丝都是粉转黑 姚晨并没有对这件事过多解释 此后 姚晨充当了亲善大事 曾多次访问非洲难民营 为了包装独立女性的影响 姚晨常常会在社交女台上 为女权发声 并且还接下来 向女生听都听好 早当女 这样既有热度 又有话题的剧本 对此很多观众都觉得 灵萧素主演二十多部剧 除了影视剧回家的弱化 就没有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 不反思自己为什么不 不被观众认可 只会一味在前期打架 还有不少观众认为 姚晨这次真的说错了 如果没有姚晨 前夫灵萧素 估计会大无大 姚晨这次踩着前夫上位 你们觉得姚晨真的出鬼了吗 你们这次站在谁的那边